今天找到最好的食物,只不過是特價11元 清魚,可以燒兩份 現在這個是豬腩肉,38元磅 多雞扒,18元磅 大家好,我是DK,今天跟大家介紹幾種日式料理的串燒製作方式 雞腿肉,五花腩和清魚 五花腩,鹽燒,雞腿肉,我們會有兩種食法 一個是鹽燒,另一個方法是甜自製醬汁 清魚有兩條,一條是鹽燒,另一條是煎的方式,然後再做自己的醬汁 工具方面,我們有竹籤和燒爐,這個燒爐放在廚房路上 其他配料,有洋蔥切成蔥粒,白蘿蔔造成白蘿蔔蓉 薑造成薑蓉,還有一個檸檬造成檸檬汁 調味料方面,味淋,日本清酒,日式濃味醬油,米醋,日式蒜鹽,柚子,胡椒 這個急凍五花腩是在街市買回來的 這個應該是巴西肉,沒有那麼肥 現在做的就是先起豬皮 急凍雞塊,我們要起,還有多餘的肥膏都可以切出來 要不然燒的時候,就很容易著火,然後將它斬件 雞塊太厚,你可以將它分開兩半 要不然,就很久都還沒熟 清魚買回來的時候,都要處理的 我們要將頭和旗切去 另外,肚子也有很多骨 處理的就是在梳的部分切走 肚子的骨就一片這樣起出來 這些骨是比較大的 還有一些骨 我們用骨鉗,骨鉗就將它逐個溫出來 我們一片就用來燒,鹽燒 另一片就用來煎 鹽燒的部分,我們要將它切片 這個就是在超市買的,比較薄 如果你想要厚一點,就去日本超市 或是City Super,價錢就會貴兩、三倍 如果你想鹽燒清魚,燒出來更漂亮 可以駕十字打叉 沒有特別大的學問 小技巧就是,這個肉最好是冰的時候 將它切薄片,和把它穿 不然就很難穿 雞的技巧就是,要左右平衡 不要一邊有很多肉,另一邊很少肉 如果不反,就會容易焦 魚穿的技巧就是,要穿破皮 就不要只穿過肉 不然就會爛 現在處理這個胡椒鹽全燒 我們需要做的,只不過是將這個 微椒鹽平均地地面撒下去就可以了 雞串會有兩種吃法 一種吃法就是落日式的蒜鹽 另一種吃法就是會塗一些自己製造的燒雞汁 好,現在做燒雞汁 材料就是日本的燒酒 日本的濃味醬油 份量比例就是0.5、1和2.5 將三個材料混合,放入鍋裡開火 煮3-2分左右就可以了 現在準備這個燒魚的醬 燒魚的材料就是日本的濃味醬油和白醋 比例就是1-0.3 然後再加一片黃色的檸檬上去 變成燒魚醬汁 我們要做這個白蘿蔔融 我們需要的就是磨跑 轉圈這樣看 成品要拿渣水 拿完水後就會變成這樣 現在準備做鹽燒青魚 我們需要灑一些普通的油鹽 灑油鹽就不需要灑胡椒鹽 不只要散開豬腩肉 我們現在燒青魚 我已經燒了一陣子 剛剛放上去的時候,要把皮向底 燒香,燒脆後才反轉燒肉 一樣,要小心竹籤不要燒焦 我已經燒焦了一條,斷了 建議你們用扁式竹籤,不會太容易燒斷 我們現在燒豬腩 因為這個爐子的火不太均勻 所以要小心竹籤會燒焦 我沒有特別的技巧 我現在燒雞串 燒雞串的時候,不要反來反去 一來沒有聞腦,雞串就會變得很乾 現在燒另外一條醬汁雞串 燒到金黃色的時候,才塗剛才準備的雞串醬汁 塗兩次 不要太早去塗 如果太早塗這個醬汁,雞串就不上色 另外會塗醬汁出來 我們現在煎青魚 灑一些普通的鹽花上去 油煮滾,然後就可以下魚 魚下去的時候,皮就向底 你可以下油,不會太容易爛 所以完成了,我們做一些後期功夫 青魚上面可以放少許蘿蔔蓉 還有放少許蔥花 煎的青魚,我們可以放些薑 因為怕它腥,還有蘿蔔蓉 另外這個雞串,我們有兩種味 這兩串是鹽燒 而這兩串是用雞汁 上碟的時候,我們可以掃少許雞汁上去 這兩串鹽燒的雞串,我們可以放少許柚子胡椒 少許就好了,因為都很濃 之後再看一段影片才發現原來是沒有聲音的 但不要緊,反正都是那幾句 首先就是蒜鹽豬腩肉 我只加了蒜鹽來調味 鹽燒青魚 這個蘿蔔蓉和蔥加青魚 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味道非常隔 一點都不腥 煎青魚,我只加了普通的鹽 吃的時候,讓自己自製的醬料更加美味 蒜鹽燒雞柳 我加了蒜鹽調味 加了少許柚子胡椒 比較貴,因為可落可不落 醬燒雞柳,非常野味 因為燒的時候,加了自製醬料 非常有BBQ的感覺 今天就這樣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日本料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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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